前幾天美國的CNN引述了一篇文章報道 烏克蘭武裝司令部總司令和國防部情報委員會副主席 一起寫一篇文章,他說有理由相信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烏克蘭和俄羅斯戰爭,在今年之內都不會完結 當然前提就是要美西方提供更多武器 說說俄烏不停地打,其實影響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一個是全球能源供應和糧食供應 這個美歐國家就要摧毀俄羅斯經濟 制裁俄羅斯的能源出口 和俄羅斯的石油出口的確是減少了 但是因為這個價格升得太厲害,俄羅斯反而賺的錢更多於以前 更比去年多了7億 變成美國看了這招不行的話就出第二招了 那這招就說量限制不到,就連同一個價錢限制了 最近美國領導G7就想從這個價格入手了 而在9月6日美國的財政部副部長叫做阿迪伊莫就說 將會通過一個簡單的機制來限制俄羅斯石油出口價格 而他就扔了一個指導價出來 他就說上限每一桶只是44美元而已 至於真正怎樣去做呢,他就沒有提的 他就說這個又是俄羅斯之前估出來的石油成本價格 但是不知道他怎樣得來這個價格 似乎外界都提過俄羅斯去生產一桶石油 那個成本是遠遠低於44美元的 那最搞事的是,阿迪伊莫就強調過 他不會將這個價格定在這個低於俄羅斯生產的成本之下 因為如果你低於44,低於俄羅斯成本 他就不會做的,那不會做的話 那全世界的石油油價就上升了 那變成油價又升得太厲害了 那又是益了俄羅斯,那很奇怪 那各界都不知道為什麼美國認為這個 你自己的指導,這個這麼荒唐的事件 讓它指導價出來可以湊效的 而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王女 就認為這一次的限價措施就不會有很多國家會參與 因為對於俄羅斯不會有太大的實質負面影響 現在目前各個國家對於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又不同 那歐盟各國更加謹慎應對 對於限價措施很難達成一致的 而且歐盟之前剛剛頒布了針對俄羅斯原油的禁運 那現在又搞一個限價,究竟禁運就是不給運,不給進口 現在的限價就是你可以買,只是用便宜些油價買 那問題就是買不給你那一回事 那究竟是不給買,還是給買呢 那這個困難就很大,很混亂 那就算只是,其實大家只是讀過經濟學ABC 都知道價格是怎樣做 價格是有這個供應和需求造成的 如剛才說的這個阿迪伊莫 我看回他的資料,他是名校畢業在UCLA口徑 但是他拿的那個Degree也是文科 那他們就去拿這個碩士 也是讀這個耶魯大學讀的,拿的 但是這個是博士,這個博士是法律的 那就是,難道他真的沒有讀過經濟 不知道供求的問題,供過於求 那價格就會跌了,太多東西沒有人買很簡單 但是反過來,如果求過於工大家搶的東西 那價格就會上升 現在的石油市場的問題就是 真正掌握著主動權,其實供應端就是俄羅斯 OPEC,就是油組 油組再加上一個非油組的產油國 就叫做OPEC Plus,就是這個油組加 而俄羅斯就佔了這個最重要位置的 佔了全球石油供應55% 那之前拜登就輸尊降貴 他認為是自民國家的中東 去求別人拿油,結果沒有人理他 那中東國家這個油組不增產 油價基本上是操控在這個普京手上 普京給多些油出來,那就跌了 普京不給油出來,那就升了 而俄羅斯減少供應,只要油組不想油價跌的 那又不肯增產,油價只會上升一圖 那就不會,沒有第二個方向的 那其實油價上升,普京賣少些都可以 他甚至可以完全不賣給你歐洲都可以 最近俄羅斯暫停了這個北溪一號 那就是不供應給你,他說不賺你錢 你看看誰在這個冬天誰先死的 那美國就號召這個通過制定能源價格上限要壓低油價 根本就違背了,違反了這個現實和市場邏輯 純是這個一廂情緣而已 而另外美國就,另外一樣他沒有考慮就是說 這個反風無爽的印度和中國是這個能源大買家 是用得最多能源的 他們會不會跟這個美國合作?當然不會 只要有人幫這個俄羅斯買油 那美國所謂的限價措施根本就做不到 其實呢如果受到這個油價怎麼會下跌呢 就是現在的情況就是這個油箱 天然氣箱因為油價和天然氣價都升得很高 那吸引到他們全世界都去增加投資,去增加設備 那令到那個生產自然會增加 那大家都開始把錢丟進這個遊戲的市場 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裡面 其中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色列 再加上中東卡達 以及這個挪威的天然氣出口國呢 都開始大量這樣去增加這個 天然氣價格 就是天然氣的生產,希望搶佔這個市場 如果這個,就算這個西方,就算這個美國也是 葉岩油的那些生產商 好像這個西方石油啊 這個艾克森美孚啊這些都不斷這樣去增產 去提高石油 就變成一種力量,就是說當這個供應多了 油價自然就會跌 這個肯定就比這個美國所謂的限價令呢 更能夠推動這個油價下跌的 特別是這個沃蘭戰爭,始終結束 他說今年不會結束,始終會結束的 那俄國會回復回正常的供應 那石油市場將會出現什麼問題 在這裡反過來,出現大量供應 那供過於求呢,油價就會出現大跌了 反而呢,而俄羅斯當然可以 我要減少這個油價,生產油價去 生產這個石油去頂住油價 但問題就是,你減產的話 那你就利益會減少,收入減少 所以理論上不會減少 所以到時候來說呢,俄羅斯的經濟反而最傷 而其實呢,之前也有個歷史教訓 1985年到1988年這個世界油價大跌 由1984年的216年 2012美元一噸跌到1988年 93美元一噸跌了56.3% 那令到呢,在這四年間 令到這個當年的蘇聯 一共就蝕了400億的勞保 這個就令到這個問題 很嚴重的蘇聯經濟的雪上加霜 就成為蘇聯最終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油價大跌的原因 不是因為這個美國去搞油價 而是呢,供應大增 在1985年8月呢,沙特的石油出口 又不夠200萬桶 一天呢,就啪一聲跳上去600萬桶 那麼去到3個月之後 更加升到900萬桶 那令到呢,這個油價大跌 所以呢,就搞搞了這個蘇聯而已 那現在這個,這個美國 我調轉來做就令人有點奇怪了 好了,講完這個油,能源呢 就講一下糧食了 那俄羅斯、烏克蘭呢 是全球小麥、玉米、油菜籽、葵花籽 和這個葵花籽油的兩大重要出口國 在世界糧倉叫做 而呢,兩個國家的出口 上述的貨品的出口 在全世界的市場呢 約12% 而同時呢 俄羅斯還是世界最大的化肥生產國 那俄烏戰爭 那令到全世界的糧食供應自然會減少了 而俄羅斯啊,受到這個美西方的制裁呢 也都呢,下調了這個出口量的預期 而烏克蘭是打仗的飛氣啦 根本就沒有辦法把這個 又說海外面的周圍都是水雷 根本運到東西出去市場 搞到全世界的糧食就短缺 那這個穀物市場亂了大龍 那價格是很簡單的 你供應少了自然一樣的 那俄羅斯和這個聯合國代表 日前呢就在這個日內瓦呢 就這個保證俄國糧食和化肥 進入這個世界市場問題呢 就開了會的 那雙方討論了全面落實這個糧食外運協議 那就消除這個俄國糧食和化肥 交易樽頸的這些議題 那現在呢 俄國的農業相關產品出口量是下降 那但是問題呢 就據這個 俄國農業部早前公佈的預測呢 在今年啊 俄國的糧食收成呢 達到1.3億噸 其中小物產量有8千7百萬噸 創了歷史新高的 而在2022年到2023年的 這一年裡面呢 農業年啊 那俄國的糧食出口量 達到5千萬噸 其中小物是3千9百50萬噸 就是說呢 俄國其實呢 那個是大豐收 所以它預計將會以歷史性的生產 而這個俄國的農業部在這個月頭呢 就發佈消息就說 俄國終於繼續履行對國際夥伴的所有義務 在和這個聯合國的協議框架裡面 準備在今年下半年呢 就會向國外市場供應3千萬噸糧食 還協助應對全球糧食危機 俄國就答應這麼多啦 那一個問題呢 就是實際那個數據就去不了這件事 去不了那麼多的喔 而這個俄國的穀物聯盟 日前呢 就發佈了一個監測數據就說呢 今年7月到8月這個俄國的 小物出口量呢 是自2017年到2018年 農業年以來呢 是最低水平的 而7月1日到8月21日呢 俄國出口呢 就有696萬噸 比去年呢 同期就減少了12% 就是說俄國的大豐收 但是出口呢 就大幅下降 那而新華社呢 就引述了分析人士的解釋 主要就是因為這其實呢 就是西方的制裁 那俄羅斯面臨銀行的結算 保險和航運方面呢 就很多障礙 那俄國的糧食就沒有辦法 暢通的進入到這個國際市場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全球的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 就很難得到解決的 所以呢 就國際的糧價自然呢 你供應搞不定的價格一定向上升了 那也都是解釋到 為什麼現在歐洲 特別歐洲啊 歐洲啊 美國啊 全世界都有通脹 而我國的谷物出口商聯盟主席 習爾玲呢就認為呢 就認為呢 俄國糧食出口量下降 一方面呢 受這個勞布到美元匯價走高 以及高額出口的關稅影響 而這個 俄國農業產品的經營者的成本增加 所以變成利潤減少 它不出口了 而呢 轉移到哪裡呢 就轉回到國內的市場了 而另一方面呢 西方對於俄方全方面的 全方位的制裁 令到這個俄國糧食 沒有辦法進入到國際市場 那也是這個 剛才說的一個主要的 這個糧食下降的原因 自從這個蛙蘭危機升級以來 美國這個西方國家 對這個俄國實施了很多輪的制裁 和一個經濟的核 經濟的措施 那就說呢 俄國就不涉及和這個 這個奈業相關產品的生產、銷售和運輸 不過呢 俄國外交部呢 在上個月底就發表聲明 就說西方對俄國這個制裁 搞到這個銀行結算、保險、航運 有很多障礙 搞到有幾百萬噸的俄國的化肥原料呢 就停在轉運站 不是不運出去 不是不運 而是不能運出去 而這個 俄國的全國食品出口商聯盟主席 布拉托夫就說西方國家對於 這個俄國農產品出口 設置了很多隱性的壁壘 對這個出口的流程 設置了很多限制 例如說 拒絕向這個購買俄羅斯糧食的買方 提供銀行擔保和貸款 又拒絕為這個俄國船 那些船就提供這個保險 那而俄國糧食的供應 都是通過這個俄羅斯糧業 這個農業 銀行進行的 結算的 而這個銀行呢 就是最早被列入制裁名單 從而被移出這個Suite這個系統的 那變成了你想做生意也做不到 而西方國家的銀行 保險公司和這個 航運公司這些企業呢 又考慮到這個聲譽 因為你和這個俄羅斯做生意 那會受牽連的 可能會給美國罰錢的 那變相來說當然不和他做生意 那當然不會幫他運這個糧食出口 提供 也不會幫他提供這個信用證 而今年的7月下旬呢 那俄羅斯娃蘭呢 就這個黑海 這個海口農產品外運的事情 在土耳其的斯坦布爾 就搞了一個叫做 簽了一個叫做糧食協議 那在今年的六 而今年的 剛剛的今個月的六號呢 俄羅斯呢 常駐聯合國代表 列邊賈就說了 糧食外運協議呢 有效期120天 就是今年11月呢就會到期了 而考慮到涉及俄羅斯部分協議 未能夠得到有效的落實呢 俄方呢 就不排除會拒絕協議延期 就是說呢 11月之後呢 就是很快了 那些糧食呢 又不會出到俄羅斯了 和烏克蘭的黑海了 而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在星期三 9月7日呢就說了 糧食外運協議 只是一種厚顏無恥的騙局 本來呢 他以為協議呢 有可以幫助 抑制這個發展中國家 不斷飆升的糧價 但是反而呢 就抑制了那些 富裕的西方國家 富裕的西方國家 因為呢大部分糧食 在這個烏克蘭出口呢 就流了去歐洲國家的 去不到一些很需要糧食的國家的 那鑑於此呢 那鑑於此呢 俄國或者會將會重新 商譽這個 烏克蘭糧食外運的路線 那俄國的媒體呢 分析就說了 烏克蘭呢是全球重要的農作品 出口國之一 那呢 如果糧食外運協議中止 將會再度推高 推高這個世界糧食價格 那俄羅斯聯邦政府的 財政金融大學副教授 哈桃梁呢就說了 糧食和能源已經 逐漸成為這個西方 對俄施壓的政治工具 這個將進一步呢 衝擊全球糧食的市場 就是說呢 一天這個俄烏戰爭不結束 就是起碼去明年啊 大家都要捱咪咪啦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石樓台 已經推出了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 來下載石樓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都可以 離線收聽收睇的 我李童和盧永雄 在石樓台那裡不單止 和大家一起 策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 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就問 為什麼我們叫石樓台 其實石樓就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樓台 成為你們頭腦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加獨到 視野更加廣闊 石樓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樓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多謝大家支持